主我们感谢主 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学生 祝福神学院 也祝福今天孩子的分享 不是孩子自己能说什么 乃是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 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 Amen 感谢神啊 今天我就是很感恩啊 这是第二次来到学院 也谢谢院长给我这样的机会 今年我们六月份在香港 邀请了大概有300位参议业的 弟兄姐妹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传道人 有负担的宣教士到香港 我们所用的题目叫做新伙伴 新契机新伙伴 什么是新契机新伙伴呢 那 大家也认多少都认识一点 世界参扶 因为在湾区啊 甚至于在全球 对于参扶的工作 陌生的传道人 已经不是太多了 跟十年二十年前 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这十年二十年 感谢神 神给我们一些机会 就是让福音进餐厅 跟餐饮业福音的意向呢 慢慢有一点分享 二十年前 神呼召我 我先生在毒品中 19年的时间 我先生吸毒19年 所以Emily认得我的时候 我先生还在吸毒 所以我们开了五间餐馆 那我们的生活 跟当时的情形 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神就在那个时候 给我看见我自己 为什么呢 我从小是基督徒啊 我母亲就是传道人 我从来不晓得 什么是餐饮业 直到有一天 我在厨房里面 看见我那些伙计 我那餐馆开得挺大 Emily在Conker的时候 我们那个餐馆还开着 可能你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Conker 我们原来在Conker一家 三百人的餐厅 神就有一天 在对我说话 就在我在厨房里面 我看见我的那个伙计啊 没有一个人 有一辈子有机会 听到耶稣 不是什么家里 是什么越南难民啦 要不然就是 母亲是开妓院的啦 就是这样的人给我上班 我不是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不会讲话 我妈妈已经唱 耶稣爱你的歌了 我一生下来就带到教会去 神保罗牧师就是 我们以前的牧师啊 所以我 我觉得我是什么人 有些人一生一世 世世代代都听不到耶稣 那我呢 在教会里面 好像挺威风的 讲mission 讲宣教 讲奉献 我到那个我的banker room里面 哇我们宣教committee 大声大气的讲大使命 可是我这一强之格 回到我的厨房 看到我的伙计 我没有一个跟他传播音 我进来就说快点上菜 到那个banker room呢 就是我们赶快做宣教 我突然之间我脚软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两面人 我外面一套 我里面一套 我看见我自己 我的宣教是在嘴巴上 我做不下去 所以我愧了所有的服饰 我开始回到厨房里去 我开始跟他们传福音 很难 但是感谢神 神就这样一步我的代理 所以福音进餐厅 这个意象呢 我们在各地的分享 已经很多人认识 可是我们一直觉得 福音出餐厅呢 我们觉得 一直都没有办法 把这件事情 好像很落实的 来从餐厅变成福音 能够出去 好 感谢神的恩典 我来 我真是不太会用你 这个 应该怎么用 好 所以呢我们 世界餐福的一个意象 我现在就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分享我们的未来 因为各位都是传道人 所以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 来讲我们 以前 我们讲未来 讲到福音进餐厅 福音出餐厅 落实在未来 落实在未来十年 世界参福呢 就是结合 结合了所有 教会的力量 刚才 毛传道 他 讲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落实的意象 就是一个 一个宣教的意象 其实世界参福呢 它就是一个 走 这是一个宣教的意象 我们希望在未来 就是 二零二五 也就是 有一个计划 世界参福 二零二五的计划 的一个意象 跟一个使命 为什么我们会做参福 我大概稍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有一个历史的位分 怎么说 历史的位分 这个福音事工 不是从我开始 是从欧洲开始的 欧洲在三十年前 张子江牧师 他是香港的 太平绅士 成为COCM的 工厂主任 他到欧洲走了一圈 他是一个 非常有意象的牧者 他就看见 我们华人 到了国外 都是 早期都是开餐馆 尤其欧洲 所以他就开始 将这个意象传递 叫做参福事工 前两个礼拜 第一位 参福 就是由餐厅老板 变成牧师 张耀勋牧师 前两个星期去世 今年六月份 我邀请他 来参加我们 2014年的 新气级新伙伴的 大会在香港 这是一个历史的根源 什么是一个福音事工 他能够越发展 越大 越多人 这个就是一个 印证 神所喜悦的 他有个文化的渊源 怎么说是一个文化的渊源 我们都知道了 明以时为天 中国人讲到吃 大家就很谈得来 样样 离不开吃 一下又说吃不开了 他吃得开了 这种谚语 都有摆来个谚语 对不对 跟什么我们的文化 都跟这个吃是特别有关系 我在马来西亚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一个教会 他办布道会 怎么办布道会呢 不用去邀请 就在教会那个大街上啊 弟兄姐妹 一人带个菜 哦 那那个邻居啊 都来跑来吃东西 吃完了之后啊 他们说 哦 吃完了 进来进来进来 那天晚上布道会 就我们布道会 哦 我说你们布道会 这样子叫布道会啊 我还不懂 接着吃把人吸引 我们最近在 做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我非常感恩 毛传道跟我一起合作 我们叫ABCD ABCD的意思就是 吃吃喝喝 坦诚相见 轻轻松松 漫谈人生 就是借着吃喝啊 我们有八次的课程 这个以后我有机会 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吃其实是 跟我们的文化 非常的相近 中国人只要讲了吃 你看这个白宫啊 为了讨好我们 华人的外交官 现在请了一个 中国厨师在白宫啊 为什么 要跟我们谈话 就得跟我们吃 我们中国菜 对不对啊 同时呢 他有一个宣教的位分 怎么说宣教的位分 你看圣经上说 路加福音第四章 十八节十九节 耶稣就只宣言 我将福音传给那 贫穷的人 我不是说餐饮业 每个人都是贫穷的人 贫穷不代表光是钱 低收入 餐饮业 暴力最多 就是餐饮业 偶像最多 色情 赌赌黄 温床 这叫贫穷 这叫贫穷 哪一个行业 都没有那么多偶像 你随便看 现在感谢主了 你们现在来到湾区 你们就不像我们早期 华人 我来美国快四十年了 每一家餐厅 以前都是关公财神 现在感谢主啊 神的恩典啊 湾区已经餐饮业 大大改变 你们去看台南小吃 圣灵的果子 耶和华祝福满满 好多那个 Peters的那个 Banana Leaf 还有五饼二鱼 不用说了 他们早上在那里祷告 还有很多这样的餐厅 变了 感谢主啊 神的恩典啊 以前我们四十年前 你都很难过 每一间餐馆都是关公 每一间餐馆都是财神 所以参府事故 有没有盼望啊 有 太有盼望了 有没有 你们别睡着了 我讲到很少人睡着的 有 有盼望的 以前我四十年来美国 心里很闷啊 每一家餐馆都是财神 每一家 没有一家有 信耶稣的 所以我们去请人家来聚会 特别的难 还有人把我单张丢了地上 赶我走的都有 感谢神的恩典 这是一个什么宣教的位分 刚才毛弟兄有讲 江乃 中亚 各个地方 现在已经很多人跟我们谈 思路 借着中国餐馆打进去 马斯林的工作 我们在祷告 我们看 我们看 是神的恩典 当我们看到这个宣教位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你知道马斯林很喜欢吃中国菜 中东人很喜欢吃中国菜 我们在杜拜 我们在杜拜 杜拜就是一位开中国餐馆的 第一位开中国餐馆 王允熙牧师去鼓励他 在他的餐馆成立了个小组 现在我们上一次好多年前了 去 他们租了一个马斯林的会堂 但是这个会堂是什么呢 是给你各种宗教都可以用 他政府规定的 一千人来聚会 一千人来聚会 那天我们举手绝志 我们叫他别动别动 怕把那个楼给翻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一绝志都绝志 都什么 民工到杜拜去打工 现在可能有一点改变 那个时候我们去做 特别多民工 都是什么河南乡下的甘肃乡下 干什么 就是一个中国餐馆 他可以干 为什么 因为中国餐馆就聚集中国人嘛 中国人一吃饭 就来了就认识了 王云青牧师那年去杜拜 就就就就就鼓励他 说老板啊 你这个地方就可以聚会啊 嘿可以啊 就一起一个小组啊 慢慢慢慢慢慢 后来有牧师了 又请牧者了 还有什么慢慢慢慢 所以每一个礼拜天 租人家的会堂 一千人聚会 感谢主 这就是一个印证 这就是一个宣教的位分 所以参扶是一个宣教的位分 参扶呢 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跟我们中国人的宣教 是太有关系了 我们首先看到他一个宣教的契机 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契机 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位分 什么叫做宣教的契机 契机就是机会 你看看他所影响的这个人数 中国大陆有650万间中国餐馆 美国你知道有多少中国餐馆吗 不晓得 4万6000家中国餐馆 美国 这个数字是很保守的 都是10年前的数字了 4万6000家中国餐馆 我们算了一下全球 欧洲呢 有两万 欧洲 欧洲一共有 两万5000间中国餐馆 那么欧洲只有200间教会 台湾有10万间中国餐馆 所以我们大概的估计是850万间中国餐馆 平均工作人员 这中国大陆有时候都 我们上一次去上海的时候 一间餐馆 他三间分店300个工人 下午叫他们留下来 我们跟他们做见证 我们平均20人 这个人群 包括他的家人 为什么我说包括他的家人 餐饮业的人很不容易去教会 所以呢 他的孩子呢 餐饮业大部分都是什么 比较贫穷的家庭 他没有特殊的技能 所以去做餐饮 所以呢 他是家从唯一的经济来源 这时候他讲话就特别有力气 他信耶稣 他拜偶像 家里都是拜偶像 我们曾经带一个餐厅人 信耶稣了 在美国 你知道什么 他打电话回去 跟家人讲 明天就把咱们家那个偶像啊 给摔了 现在都要信耶稣了 就完了 进一句话 家里就信耶稣了 哎呀 我说你们传福音还真简单啊 因为什么 他每个月 就是要供应家里的需要 所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跟你讲更好玩 就没有皮特斯 我带了一个王师傅 河南来的 信耶稣 信了耶稣之后 我就给鼓励他了 我说王师傅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就得传福音啊 你呢 就跟你的徒弟传福音 他说行 林大姐 没问题 接着呢 下个礼拜他带我去传福音了 我告诉你听啊 我读了六年神学 从小在教会长大 学那个福音 传福音啊 学了几百个小册子 所有策略我都会背 我告诉你 那天他给我上了一个课 他一进去 哎王师傅啊 过来 那个王师傅就坐在 他眼睛也不看他啊 那王师傅就说 哦师傅你好 他就这样 他的眼睛是看地上 那个人也看地上 他就这样 哎 晚上 去做礼拜 新耶稣 那那个师傅就看着 好 今天晚上就去 完了 哎呦 哇 哇 我准备了好久 想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 他就眼睛就看着那个桌子 晚上 去做礼拜 哦 OK 几点钟 十点 来解你 行 完了 晚上我们就去接他了 今天晚上他就新耶稣了 就这么简单 我才明白过来 什么人跟什么话 就那么两句 就完了 那个师傅后来在 某皮特斯 有个餐厅上班 是我们某皮特斯 很好的一个弟兄 还参与服饰 现在回去 河南 回去东北了 回河南还是东北 我忘了 就这么简单 哇 我那天真是上了一个大课 你知道吗 我说 哎呦 主啊 求你赦免我 我今天早上还 非常紧张的来跟一个厨师 传福音 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简单 同行啊 那我们去南美洲 我下礼拜一到南美洲去了 你知道我们在秘鲁啊 十天 十天 建立了五个团契 怎么建立的 我们带了六十个餐饮业的人 三十个都从欧洲来的 十个从什么苏里兰 还有从什么地方的 都跟着我们 我们2006年带了六十个人 其中还有牧师 那我们去餐厅干嘛 我们就分成十路 去十路干什么呢 这一路 你就这条街 往这条街走 你这路就往这条街走 你这路就往这条街走 很简单吧 然后呢 那时候 那个计程车啊 十年前 2006年 那个计程车 很好笑的 我们带了一个西瓜 一不小心掉到那个 那个车子上 咕噜咕噜滚下去了 为什么那个 那个车子有个大洞 就滚出去了 就这么样的一个计程车 不过很便宜 三块美金 带我们绕了半个城 他就干什么呢 我们就刚刚传福音 那我就跟那些 广东啊 您这里有没有讲广东话的 广东打楼啊 那我广东话不好嘛 就跟他们学了半天 就耶稣哀哩 耶稣哀哩 就学了这一句话 那那些大佬呢 在厨房里头的那些厨师 口才 我自认我的口才比他还好一点 而且我自认我还挺会讲福音的 结果一进去 我就跟着他后面 那个厨师就 哦你知道什么什么广东话 你讲讲 你又要跟神耶稣啊 好啊好啊 神耶稣了 我给你走咯 就新耶稣了 我说哎呦 你们也真简单 就这么新耶稣了 那晚上呢 我们就租了一个餐厅 三百美金 我最记得 是他们秘鲁丽玛 是最豪华的餐厅 三百块美金 全部租给我们晚上 十点半 结果呢 那个接接向向的那些餐厅人 全来了 一呼召全信耶稣了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好几个团契 就这么简单 就是2006年启发了我们 哇我真打破了我原来的观念 我说哇原来 真的就是这么样子来 来把他们带了进耶稣 所以啊 感谢神的恩典 全球啊 在全球 每一天 一个餐厅面对100个人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我开餐馆在Warner Creek 我开了五间餐馆 一间在Warner Creek 加在Berkeley 一间在Conker 在Danville 我一天 我常常跟我牧师开玩笑 我说牧师啊 我一天 见了客人 逼你一个礼拜 看了会友还多 那个客人 人来人往 所以我信耶稣了 我改变了 我就很开心 你知道吗 看了客人就讲 结果你知道什么 人家说你干嘛 你中了乐透了你 我说对 这比中乐透还好 就这么传福音 结果我们现在 我们康俊福音教会 好多执事 还有以前的 很多领袖 就是以前是我餐厅的客人 就是很简单 就是要介绍一下 就到校会去了 所以他这个对象 是非常的广阔 非常的广阔 他是有一个宣教的位分 同时他有见证 感谢神 神在过去十年 让我们一起 在号角报纸上 写餐饮业人士的见证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就看到 非常多的见证 今天没有时间 我们也拍了一个短片 给大家 就是很多餐厅老板的见证 那你就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在捆绑中 他的一句话说 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希望 我们开餐馆 生意好 也是 就是完全为了一个自盲钱 生意不好 痛苦多多 家庭困难多 家庭问题多 人际关系问题多 所以一旦 耶稣基督的爱 临到他们的身上 哇 都是非常感慨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在这个里面 有许许多的见证 今天没有时间 跟大家分享 合一团结 本来呢 这个行业是什么 同行是冤家 可是信了耶稣啊 大家这个团结力 而且神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印证 世界参谱 我们有个董事会 我们这个董事会 非常的团结 我们有个委员会 全球委员会 我们不是说 local是一个教会 我们是南美洲 一个代表 北美洲一个代表 欧洲一个代表 台湾一个代表 香港一个代表 是这样子来开会 所以感谢神 神就给我们一个 非常团结的团队 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印证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上 的一个突破 为什么呢 我们去了中国 我们没有说 你是家庭教会 你是三字教会 没有 我们去餐厅传福音 谁都来 帮忙 我们在中国呢 也遇到很多 各种不同的地方的 他们说 很好啊 我们在餐厅中 大家就不讲 自己各中各派了 那在美国呢 也很好 其实我们很多教会 跟我们合作 没有说我们是 什么派什么 没有的 就大家一起传福音 感谢主 所以同行 同行本来是 合不来的 可是现在印证 这个团器里面 有各个餐厅的人 突破了传统的形态 网络的能量 为什么网络呢 现在我们有一些 基顶核啦 现在要发展 APP啦 这个网络非常的广 到哪里全世界 都有中国餐馆 社区的影响 我常常说啊 餐厅是教会 进入社区的 桥桌堡 我们有很多的见证 我在那个Boston 有一位陈牧师 陈德秀牧师 他跟我讲一件事 很有意思 他说 S你知道我现在 去中国城啊 吃饭 那个厨师 都会从里面 跑出来说 诶 陈牧师你好 然后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拿了那个围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礼拜天都不能去 你们教会做礼拜 那陈牧师说 没问题 没问题 安慰他 那陈牧师就回头跟我讲 你知道 就是因为他来了 我们教会一次 他的儿子就来了 现在我们要选他儿子 做我们教会执事啦 哇 所以你知道没有 这跟社区的连结 非常的强 如果 我常常在讲 教会在这里 一个教会在这里 你附近五里之内 每一个餐馆 你都有一个小组 他不一定 礼拜天来聚会 可是你比方过年 过节 早一个晚上 你把这些 都集到教会 哇 他们很感动 他们觉得 我就是属于这个教会的 所以他平常上班 虽然他礼拜天 不能来聚会 可他说 那是我的教会 我跟你讲 现在很有意思 你随便 你们New Peters 你随便进去很多的餐厅 到San Jose Clara 你主要问他 你说你信耶稣吗 现在 目前这几年 就有这个现象了 那我信耶稣啊 他一听你是牧师 我信耶稣啊 我去教会的 你是属于哪个教会 神明和灵良堂 我说你去聚会吗 去过 你什么时候去过 哦 去年中秋节在这里 你个晚会我去过 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一晚会 就三百人 差不多笼络了 笼罩了所有的餐厅 以前不是 以前你去一个餐厅啊 我们以前早期的人 哎 你有没有去过教会 没去过教会 你信什么教 佛教 你属于哪个佛教 来 开过光的 他去开过一次光 他就是属于佛教 你再跟他传福音 传不进去了 因为什么 你别搞我 我是属于佛教的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华人的 这叫instant religion 好像冲咖啡一样 别煮太慢了 冲一冲我 属于那你就完了 当然这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基督徒 但是我觉得很好 是一个啥种松土的工作 我觉得史密克林良堂 办这个晚会啊 什么这很好 我觉得非常好 虽然我们说 哎呀好像 这个跟进工作有点困难 但是没关系 我看得非常好 为什么 它是一个松土的工作 他进去了 他以后有困难啊 有什么 他就觉得 哎 我要去教会了 很有意思 现在这个美国这个风气 慢慢慢慢再改 跟我们三十年前来美国 完全不一样 感谢主任典 所以跟社区 是非常有影响的 我们有很多的见证 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 分享这些见证 给大家听 所以是一个整全的福音 现在我们在中国 做一件事情 这个大家都是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可以讲 这还是属于 比较保密性的东西 叫做三星美食文化交流会 三星 心呢 什么心呢 放心 中国现在最大的社会问题 吃东西不放心 现在台湾也来了 地沟油 放心 爱心 开心 叫三星 美食 文化 我们是走文化 其实我们基督徒 应该是改变文化的 我们不是被文化改变的 我们是有影响力的 是有位分的 你知道吗 是文化影响他们 如果我们华人 都走这个三星美食文化 你说这个改变有多大 所以是一个社会问题 走社会问题 全人关怀 心生灵的关怀 现在很流行讲什么 环境移民 食物移民 为了吃东西移民 不是为了中国没钱 不是为了中国没工作 是为了空气不放心 你看 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 是用这样来进中国 也请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 那怎么做 这详细的情形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 2025的计划 也就是未来十年 世界参幅呢 有一个整全的一个计划 首先呢 很重视视参领袖 团队跟组织的建立 跟团队的培养 所以我们会非常重视 培养同工 培养团队 希望能够在全球 建立一个体制 这个体制呢 能够成为一个 培训的导师 当然培训导师 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是真是有领袖力的 是有繁殖力的 是非常有意向 有passion的 那能够建立一个 全面性的组织 然后呢 我们能够建立一个 除了在中国 我们是用三星美食文化 分享的 这个交流营的方式 来建立一个 民间的 非盈利机构 来推动培训 所以世界参幅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世界参幅的定义 是定义在 它不是一个教会 它不是一个教会 它也不只是 你们现在认为的 福音参幅团契 不只是团契 它是借着神 给我们华人 现在的一个位分 参与业的这个位分 没有一个民族 它有这么多 参与业的资源 借着这个资源 的连结 在教会的合作之下 教会之下 我们建立了什么 属于神的小组 训练 宣教的精兵 培训 与教会一起 共同完成 宣教福音的大使命 这是世界参幅做的事情 我再讲一次 世界参幅的定位 它不是教会 也不只是团契 是借着神 给我们华人 参与业的资源 在教会之下 能够培训 宣教的精兵 共同完成 宣教的大使命 所以是一个 国度性的 宣教的组织 培训组织 所以我们在寻找导师 寻找有意向的 有繁殖力的 有领袖力的 有生命力的 领袖们 培训他们 培训了之后 我们有分成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机制 所以有四雷打 以后有机会 再跟大家分享 那么是完整的 一个流程跟平台 建立一个四雷打 所以我们第一雷呢 我非常感谢主 那个毛传道 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第一雷 已经完成 就是刚刚我讲的 ABCD 是很简单的 人人都可以做的 谁都可以做的 在餐厅中开始小组 在家庭中开始小组 很轻松的谈人生 完全用DVD 第二 第二类就是门徒培训 生命改变 因为我们有一个意向是 你们给他们吃吧 什么叫你们给他们吃 吃是什么意思 吃就是五饼二鱼嘛 就是我们这些餐饮业也好 我们人也好 我们就是五饼二鱼 很小 五个饼 那个饼其实就是 妈妈早上家里的一点面粉 那个鱼 鱼我相信是很小的鱼 是一个很简单的 每一个人都有的五饼二鱼 干什么呢 我们剥开来 耶稣对着天剥开来 剥开来是什么 是生命剥开来 是把耶稣的生命 我的生命剥开来 所以我们是一个生命导向的培训 我们不是走那个高研大志 或者是非常深奥的神学理论 我们是走生命导向 用生命来培训 所以是像一个五饼二鱼一样 是一个剥开的生命 把剥开的生命 能够贡献给别人 这个叫做生命导向的 一种培训工作 是生命传递生命 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 赌赌黄 各式各样的生命 很很复杂 所以我们用五饼二鱼的 一个意念来 编制我们所有的curriculum 所以到三个月到六个月 我们有一个全部的 叫celebration recovery的 这种系统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这个是详细情形 以后我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时间关系 然后我们有一天的陪伴 建立小组的团契 怎么做见证 怎么把自己的生命 能够拨出来的一个见证 所以感谢神仁典 这么多年来 在过去十年 我们就点点滴滴 但是现在感谢主 我们有个2025计划以后 我们比较可以有一个 全方位的机制 我们也在全球寻找 可以有生命的 有领袖的 可以繁殖的导师 来继续推动一个 全球性的一个福音策略 那我也刚才也 再一次重申一下 四餐不是教会 也不只是一个团契 是神给我们 餐饮业的资源 建立属神的小组 是属于各个教会的 一起培训宣教的精兵 共同完成福音大使命 我想要知道 你们的时间是 还有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不好意思 我一讲可以讲 三天三夜都不下来 几点钟完 好的 没问题 所以我们把世界餐不定位了 把这个教会 我们一定建立属神的小组 是属于教会的 不是属于四餐的 是神的国度的 没有什么事工 我是属于谁的 所以声音很大 感谢主 人家说 哇 你十二点钟讲到 声音还那么大 因为我们常不都没有 扩音器 还有我们在厨房里 要跟他们传福音 感谢主 所以心胸的问题 我真的是 我觉得一个 你要做一个成功的服事的人 首先要心胸 我很佩服Rick Warren Rick Warren 很大的一个教会 他已经上千上万的人了 那个John Baker来找他 他说牧师 我有一个proposal 牧师说 我的桌上的proposal这么高 他写了16页的proposal 给Rick Warren Rick Warren 看完之后就跟他说 Brother Let's do it 做吧 我觉得我们做福音工作 我们常常要有一个心胸 你懂我意思 是神的国度 你做了也不是你的 我常常都说 试餐不是Aster 试餐是神的国度的 所以我们是做了 是教会的 教会是神的心意 在地上的家 是植堂 我们也是在植堂 可是我们做的是 育工松土的工作 所以教会 试餐跟餐福 是有一个定位的 怎么定位呢 我们机构呢 像一个中央厨房 我们来做一些很好的教材 落地的问题 花很多时间 我跟毛传道 一开会四个钟头 他很厉害 头脑还很清醒 我已经头脑发昏了 有时候 休息休息休息 我们在思想 在祷告 在思想 求主给我们智慧 为了餐饮业 他们能够领受的 他们能够接纳的问题 我们提出来 所以我们的题目都很好笑的 为什么你拉我去教会 祷告灵不灵 谁最爱你 我们都是这样的问题 落地一点 OK 所以我们是中央厨房 但是呢 我们培训 培训完了以后 把这些东西 带到餐厅里面去 因为餐饮业事工呢 我们大概是全球认得 餐厅最多的一个ministry 因为我们各地都有 我们自己的团队在那边 所以他们都是落实在 真正进去餐饮业 所以呢 我们是做培训 培训之后呢 能够建立了属神的小组 进入教会 你知道英国的 Manchester教会 就是餐厅人 餐扶小组建立的教会 在英国Manchester 最大的一个教会 所以这是一个连结 这是在主的 神的国度里面 大家细手 每个人只有一份 没有一个人是专家 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 没有一个人是 全部都可以做的 以前我出来分享 人家说 S当你做嘛 你当过餐厅老板嘛 你认识餐饮业的人是吗 不是的 开始可以 现在已经不是 我现在只是 整个一个团队 里面一个小的角色 一个小的角色 每一个人都是 一个小的角色 神让我们认识 我们的位分 我们的位分是什么 位分就是神托付你 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里面 你的那一份力量 就叫做位分 就叫做影响力 我觉得我们做传道人 我们一定有一个心思 有一个位分 而且有一个什么 我们一定要肯定 我们对这个世界 是有影响力的 不管你幕会也好 你做教会牧师也好 你做机构也好 你一定在文化上 在你的地区性 你是影响别人 改变别人生命的 我非常清楚 我自己的位分 我觉得位分非常的要紧 清楚自己的位分 你就在你自己的服饰上面 你就清楚 而且你可以深入 你会有影响力 我们刚刚开始做参护的时候 人家说你在做什么 晚上也不回家 搞了一群餐厅的厨师 在那边又唱 我们有时候只有三个人 我们就在那里祷告 背痛的 脚痛的 哎呀 在厨房里头受创伤的 就祷告 就这样开始 牛皮特斯参护 我告诉你怎么开始的 我们来那个 Banani探访 遇到Oliver 经理 经理跟我说 哎我们老板娘就是基督徒 那我说 好啊好啊 今天晚上我们接了一个教会 有聚会 结果呢 只来了三个人 所以我们 我就跟我的同工在祷告 说啊 求你祝福 牛皮特斯的餐厅 嘿 祷告的痛哭流涕的时候 这个老板娘 那个K进来了 K说我本来想来看一看 以为是多少人 只有三个人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感谢主 牛皮特斯真的是祝福了 整个的area 也是很大的见证 我非常感谢吴炳二鱼 他的服事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蒙神的祝福 好 所以呢 大家看到了这样 等一下啊 下一张 所谓空白的地方 嗯 哦 好 所以呢 我们如何开展呢 其实是强有力的 培训 体系 和计划 来吸引培养 造就 参扶人士 建立一个 2025计划的一个 强大骨干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没有办法 跟大家 太详细的分享 但是我给大家 看一个图吧 好不好 这个图呢 很清楚了 按照比例 中国大陆有640万的 中国餐馆 所以我们求主 给我们开路 开路从餐饮业 从餐厅 我很感恩 我这次去上海 我非常的感谢主 哇 我自己眼泪掉下来 我说主啊 参扶的意向不是 不是从我们开始 是你开始的 你知道我们被邀请去 好多餐馆 下午 老板 中午请我们吃完饭 就是别走 干什么呢 五六个伙计 五六十个伙计穿着制服 我给你们看那些照片 站在那里干嘛 听我们分享见证 不只一间这样的餐厅啊 不是我们分享的 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试餐的意向 是神自己亲自给他们的 你知道那个老板怎么跟我说 他说 林大姐 我真不想留在中国 其实以我现在情况 我国外的移民 我都办好了 可是神就要我开餐馆在这里传福音 我才留在中国啊 哎呀 我听我心里 我说真的这些年轻人真是了不起 感谢神的蝶 我在温州 有一个餐厅老板 请我去吃饭 吃完饭之后叫我们留下来 哇 七八十个 年轻人 还没有位置坐 站着听 你有没有听过站着聚会的 他说我们太老叫我们坐 我们说不好意思 我们没那么老 我们还是站着吧 所以我们站着讲 站着听 七八十个年轻人 哎呀 好感谢主 我们在北京 有一个餐厅聚会 这个月 这个月开始了 第一间中国的餐厅教会 很容许我 我还是保密 在哪里还是保一下密 那么 礼拜天 下午 门一关 干嘛 教会 餐厅就是教会 在北京 不是 好 新的 新的新开 好 所以我想 弟兄姐妹 2025里面 我们在募集一千颗心 这一千颗心 是什么意思 是一千颗祷告的心 是一千颗 有意象 认同这个福音 事工 宣教意象的心 是愿意 看见国度中 是一个国度宣教意象 而愿意为我们付上 祷告代价的人 我们现在积极要 我们现在积极要募集全球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 我跟你讲 钱是其次 心 我们在募心 募一千颗心 我们叫一千心方案 在全球兴起来 为这个世界 参赴祷告 为这个宣教来祷告 为这个宣教来付上代价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真的很软弱 当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就是凭着 神给我们的意象在这里 确认 今天我跟你们讲话的时候 我确认这个事情会发生 我没有看到 我看不看得到 没关系 神的国度要成就 神的国度要成就 这一千颗 为着这个超越国度的 一个从 由餐饮业资源的一个宣教运动 即将会发生 我常常说 我今年已经65岁了 看起来不像 挺年轻的 化了妆了 没关系 我看不看得到 一点关系都没有 张子江牧师前年参加我的大会 在大会上为我祷告 第二年 我们买好了飞机票 请他去台湾 他走了 飞机票退了 今年六月 张耀旭牧师为我们祷告 现在 他走了 不晓得哪一年 林大姐走了 没问题 小事 我们的生命都是很短的 可是这个福音事工 一定会继续的严繁下去 一定会创造一个 华人兴起的 参扶的宣教运动 会是一个运动 会是一个大的一个宣教运动 我们任何人都不是一个重要的人 我们只是在神的这个整个救赎 2000年的计划中 占了一点点的伊丽莎 我们只是伊丽莎 这是一滴水 可是我们尽力了 我跟我先生讲 我先生70岁 我跟他讲 我们未来十年 我们为神好好摆上 这是我们人生最后的机会 我们做不了什么 我们就是一滴水 可是我们全力以赴 我们做不了什么 我们只有五饼二鱼 我先生都没有 都不会用电脑 也不会像长老一样 这么能干 我老公什么都不会 可他就会煮饭 毛弟兄一定知道 只要我们的学生 他都好好的尽忠的 尽心尽力的把学生喂饱 把老师喂饱 把同工喂饱 尽忠职守的 干什么 做我那份 你们都是将来 未来神国的勇士 精兵 这个时间是我们华人的机会 未来十年是我们的机会 十年前我提出这个计划 不可能 五年前我提出这个计划 不可能 一年前都不可能 现在是机会了 以后我再跟你说为什么 出钱出力 直接的参与 十年计划参扶大军 为主做大使 张志迦牧师等我做世界参扶 等了三年 每一年来我家住 只跟我讲一句话 Esther William Carey说的 为主做大事 我就跟她说 张牧师你不要搞我 我不能够 我做不到 我是小女人 我不能做大事 张牧师不理我 第二年 又来我家住几天 Esther William Carey说的 为主做大事 我今天 把同样的话 给美同学 若是你的心里 有一个印象 为主做大事 你的一生 就是为主做大事 你就为主做大事的确据 若是你说 我只是毕业了 我随便就募个会 我就这样子了 服侍一点点 No 我今天要鼓励 兄姐妹 鼓励你们 为主做大事 在你的位分上 找到你自己的定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谢谢 为着每一个同学 来感恩 祝福每一个同学 学习 也祝福每一个同学的学习 也祝福每一个同学的家庭 赐福给他们 不管他们在经济上 在团队上 在灵命上 在服饰的工厂上 祝你都清楚地供应他们 大大的为他开启天上的门 为青岛福气 在每一个同学的身上 青岛天上的福气 在这个学校 让从这里学院出去的 每一个受信的同学 都成为神国的精兵 成为宣教的精兵 成为一个为上帝 为神做大使的人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宝贵 得胜的名求